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也不会选在这个时候 因为一上去啊 这个卖压就相对来着沉重 但是又可以发现 低档支撑很强 就是这个14,915 大概就是这个匣服的区间做整理 为什么支撑强 因为从台积电我们过去有聊到 我觉得它能够往500元的关卡去做突破 并且站稳的话 这个在市场的信心是加分 因为不仅是权重股 甚至是所谓的 真的是业绩很好的公司 它能够去反映该有的价值的话 那大家就会对这个市场 会有比较乐观的看法 所以你看到像是 这个特用化学的几两指标 三幅化 今天很快速的攻到涨停 因为毕竟前一波 台积电的供应链 类似像中砂 都有一点这种 比较强势的一个供给上去了 那三幅化的部分 有点轮动的一个效果 前一波可能动再生晶元 像森阳板跟中砂 算是前几天市场比较热门 谈论到台积电供应链 反而特用化学前几天比较沉默 那今天就有点这种 跳出来的一个味道 这个就是所台积电 所带出来的效应 从中边的供应链 甚至延伸到一些IC设计 因为最近这礼拜 可以发现到一些 跌生的IC设计 也开始去做一个谈生 那当然跟车用 比较相关的公司 我觉得它的一个 谈生的一个幅度 跟所谓的业绩期待性 会比较好 类似像昨天新闻 也有谈到 NCU产商有一些 转单效应的 类似像新唐零通 你看最近的股价 也是呈现比较 强势性的 跌生的一个反弹 零通前一波低点是50块 这一波已经传到63块8 新唐的部分 也是有V转上来 当然这个季线的位置 黄色这一条 先视为初步的压力区 那如果以法人跟业绩面来看 今年算是缴出来 很好成绩单的 像是这个 有红家军色彩的 6129的浦城 浦城在前几天 我们也特别聊到 因为他在 今年缴出来的一个 算是营收 跟财报的数字 算是相当好 因为今年他在第一季 就缴出0.22元的成绩 然后今年上半年的营收 是写下了 这个十几年来的一个新高 再加上他在中国大陆 拿到了不少车厂 这个算是前桩市场的 一个供应的一个订单 尤其是在抬头显示器 跟车灯驱动IC的部分 所以你可以看到 最近的一个均线架构 它算是在IC设计股 尤其在车用市场里面 表现比较强势的 这部分我觉得 也是可以比较去期待 所谓股价上 在前一波伴随着 整个IC设计股跌升之后 是不是有机会去反映 业绩体态的走势 可以从这个角度去做一个期待 所以这一块 还是可以来做期待 包括在车用的部分 但是如果来看到元宇宙 威盛的股价 其实在今天 有涨停打开之后 一度去往下来做击杀 而且其实其他 威盛集团的股票 可以看到 大部分回到平盘 甚至盘下的位置 所以也让一些投资人担心说 威盛会不会也跟着回到平盘 没想到又再次往上去做攻击 在刚才一度又差一点要涨停了 目前涨幅还维持在7.63% 再加上今天爆出了大量 甚至其实如果拉远点可以看到 还完成了填息 它今年是在4月7号的时候除息 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今天放了一个这么大的量 到底要如何来看待它呢 为什么威盛跟其他的宏达电 相关的个股比较起来 今天的股价比较有称 这一请教育堂您怎么看 我觉得应该是 有点位阶上面 然后市场上的资金 追逐的方向不同 因为宏达电算是 这一波先行创高 而且股价上所有均线 我们再切回威盛 因为年限的位置 我大概补充一下 它大概在60块9到61块 可能画面上没有 不过大概61块的位置 就是威盛这一波 大家视为压力区 所以它相对来说 涨幅不像宏达电这么高 然后今天直接用 带量的方式做突破 因为毕竟这一块市场上 实际在宏达电威盛 都是内支当冲 甚至隔日冲很爱的标的 所以波动当然很剧烈 就像过去跟斯安聊到 如果说你说挑种当冲的标的 我说宏达电威盛 你绝对是首选 多空都可以 当然就是看你个人的一个 操作的一个习性 去做一些策略上的一个选择 不过这个就是波动很大的情况之下 那也把整个算是元宇宙的一个行情 我觉得还有炒乐的味道 所以我觉得 如果说你看好元宇宙 这个所带出来的产业的发展 或许你不一定说你要买宏达电 或者相关集团的卫生 因为毕竟大家会觉得 基本面好像差了一点 但是这个部分就反映出来 这个资金有扩散开来的味道 类似像是做这个音效晶片的 这个滑讯的部分 过去也是被市场点名 因为它是脸书Meta 这个音效晶片的供应商 今天滑讯也很快的供到涨停 我觉得这个就是有点 轮动的一个味道 因为先前它都没有动 发现到其实本来就是 如果谈到元宇宙 它绝对是不会缺席的 所以最近股价谈升上来 再来像是近期有传出来 可能拿到苹果AR订单的 这个做微型散热风扇的见准 最近的一个形态 跟法人的一个认同度 我觉得也开始出来了 因为你看见准的股价 在本周已经是站上季线 然后这个形态 是打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底部 那外资跟投信最近也挑进来 你看外资这五天买了900多张 投信是连三买了700多张 因为毕竟以渐转来讲 其实它过去在这种微型散热风扇 已经拿到不少AR装置客户的订单 所以市场有在传这个苹果的一个部分 它也非常有机会拿下 因为它的一个本身产品的一个品质 口碑就不错 而且以它的一个基本面来看 六月的营收是写下历史高 月增是28%年增34% 所以你想一家公司营收创新高 而且又是切入到这个VR装置的部分 再加上它本来就有在这个车用散热风扇的一个部分 也打入到这个Tesla的供应链 算是有这种双题材的一个加值 所以最近法人也开始去回补这些真的 业绩不错的一些公司 看起来有机会展开一波落后性的一个补涨 因为毕竟在元宇宙的一个带动之下 这一些真的算是有业绩 但是反而涨幅没有像宏卡电 威胜来的这么多的一些公司 好像就有点被市场忽略了一点 然后过去一阵子我们有谈到的一家叫6133的精巧 不过最近涨幅非常高了 被分盘交易 它就是在日前也有过去转型切入到这个VR线材的一个部分 所以说它也有一点转机的味道 因为去年亏损 但是今年有机会交出亏转盈的成绩单 你这些精巧来说并不是说获利多么的好 而是亏转盈 但是一个亏转盈加上又有VR的题材带动之下 你看这个精巧的股价 从6月初大概10块钱左右吧 现在已经涨到19块8 真的相当下了 那再来另外一个就是蛮关键的就是在光学镜头 那因为元宇宙最不能缺的就是这个感测期光学镜头的部分 好像是比较指标性的类似像今年股价有冲到这个波段高的3504的阳明光 阳明光也是在今年的营收跟获利有见到成长 而且它的卷值比很高 其实跟宏达电威胜有点类似 就是有点尬空 它的卷值比是高达40%左右 所以目前的股价还是维持非常强势的一个格局 那再来就是镜头上有的类似像是3441的联谊光 因为联谊光我们过去有谈到 它在毛利率的部分第一期是写下新高 因为日元的贬值 让它的购料的成本是大幅度的降低 从去年第三季开始毛利就不断走深 然后今年第一季赚的钱就比去年一整年还要来得多 今年第一季就0.65元 所以全年有些法人预估可能会缴出创新高的一个数字 因为日元还在走扁 所以联谊光来讲 它是这种上游的玻璃毛配厂 那很多家不管做车用镜头的 甚至相关有那种玻璃镜头的一个部分 很多台厂的部分都是跟它拿货 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联谊光来讲 我觉得从先进光啊 阳明光公布出来的一些营收获利都不错的情况之下 联谊光我觉得它也有一个基本面的成长期待 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也有机会跟进补障 那最后一个跟元宇宙相关的就是网通 其实网通来讲 在前几天有消息传出来 这个加入到这个元宇宙论坛的第一家 这个网通品牌厂是这个2332的友训 友训是全球第一个加入这个Meta 所主张的这个元宇宙标准论台的网通品牌厂 因为毕竟未来整个5G网通架构 甚至迈向6G的部分 在元宇宙这个所谓的快速传输的一个架构之下 这些网通厂怎么去配合 然后再在这个架构统一的情况之下 做出一个比较跟整个产业面 有比较能够联动性的一个效果 所以以友训来讲 算是这一波网通股里面稍微落后一点的 因为毕竟他可能第一季是亏损 但是很有可能在第二季 因为第二季营收不错 那很有可能在第二季 缴出亏转营的成绩 因为毕竟这一波网通厂 从第二季的营收财报来看都不错 我觉得更关键是在下半年的部分 因为缺料缓解嘛 所以你看友训来讲 最近外资也正在买方 这两周以来大概买了快2000多张左右 看起来有机会从底部电高上来 再来像是这个8097的长城 算是今年以来网通的大黑马股 因为长城来说 因为今年是拿到了这个墨西哥电信商的一个订单 算是真的叫十年模一件 过去你要通过电信商的认证 是需要一段的时间 而且难度比较高 但是一旦你拿到电信商的订单之后 都是属于长单 而且相对稳健的 所以你从长城的营收就可以看到 上半年的营收是写下历史高 更重要的是它的年增率是高达573% 那日前公布出来的四五月的税前EPS 就2块1了 相较于过去只有零点几元的获利 是成长了将近百倍之多 所以最近809届长城的股价 分盘交易解禁之后 最近股价又涨上所有均线之上 短线今天有点量缩整理 不过以月线时日线作为支撑参考 这个部分来讲 我觉得也是有机会跟随 整个元宇宙5G基础建设的带动之下 在下半年的业绩交出更好的升级单 好了 刚才现在提到了网通个股 我们来看到的像是建汉 建汉在今天放出了大量来 目前成交量已经超过6万张之多了 高档放大量留了上影线 但是还在整个往上的一个趋势线上 可以看到先前再回测到了 靠近月线的位置 又再次往上再去做攻击 目前的股价是29.9 除了建汉的位阶是持续往上之外 还有像是一些网通场 先前像是智邦 还有像是智义 中壘 今天的股价都可以看到 是往下来做回测的 而且跌幅大概有些是到2.5% 左右甚至像中壘跌了接近3% 连续吞了好几根黑黑棒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 前前有通过有说过 这些网通族群 比较守一个相形震荡区间整理的格局 如果看起来再几根黑黑棒 其实就快要碰到所谓的月线位置了 在月线的部分可以去接吗 以及刚才提到的建汉 今天高档放大量留了上影线 要如何来观察呢 好 我认为是可以接到 那我先从建汉讲 为什么可以接 因为同样是网通族群 因为有点轮动的架构 那建汉这一波 营收角度不错的情况之下 今天还能攻高 创下波段高 代表说这个族群的人气 跟多头的架构 它是没有破坏掉的 我会从这个逻辑角度去看 尤其今天是带量攻高 今天台北股市算是比较沉闷的一天 它还能够攻高的话 所以其他这些像是刚刚谈到的中壘 中壘当然股性牛皮一点 我记得在前几天我们有聊到 应该是在7月14号那一天 虹棒公掌停 我们说过你不用去追他 因为中壘有时候 从历史经验来看 就是他走的比较牛一点 但是这种架构一旦 多头趋势确认之后 像刚刚市场谈到的回月线 大约白色那一条大概83块5左右 我认为是可以买的 因为这一波外资投信也在买 然后那根红棒就是一个多头攻击的一个转强讯号 再加上中壘到今年缴出来的营收财报都非常好 而且我觉得看的不单单是上半年 我觉得看好网通是因为在下半年 他们整个缺料缓解的情况之下 整个供货我觉得它绝对会比上半年是更为顺畅的 所以你看这一波如果以今年来讲 两档指标 第一个像是升准 你看升准的股价 从今年一月份 那时候股价是在100元出头 涨到227 到目前你看3558的升准 股价还维持在今年相对高姿态做整理 那另外一个就是刚刚聊到的 也是今年网通的黑马 就是8097的长城 今年初的股价大概在三四十块 然后到前一波是涨到93块 涨了快两倍 那最近的股价经过两个月整理之后 又再度站稳所有均线之上 那类似像长城这种形态的 跟刚刚谈到的中壘的逻辑是一样 他们的趋势一旦确认 业绩是好转 而且加上本益比真的不高 因为今年观察几家本土法人的报告 都有机会赚到9块10块钱以上 所以本益比10倍还不到 所以如果有拉回接近到可能 这种10日月线这个重要支撑区的话 我觉得都是一个不错的买点 所以往下有一些比较强势的个股 可以观察像是10日线 5日线来做一个买点 而其他比较相形区间震荡的 可以朝这个月线回测到接近月线的时候 或许也是一个不错的进场时机点 而马上来看到威胜 威胜在刚才再一次攻击到了掌停板的位置 在靠近尾盘的时段 再一次有攻上了掌停板 而其他威胜集团的个股 包括宏达店还有像是卫宿 也都出现了买单拉抬 宏达店先来翻红了 而卫宿目前也是买单拉抬往上 股价目前跌幅是收益到了0.66% 股价在44.85元 威胜集团今天要看在收盘前 能不能再往上震一下 而也要来请教一下统一 统一来看到现在还有连续的买单来做进场 涨幅还在扩大当中 其实统一十平股 它算是在先前抬股空头的时候 比较有往上来支撑力道的一支个股 因为比较能够避险 而当然在两天之前 是这个收购加勒服的话题性 让它创了一个波段高之后 急速又拉回报了大量很长的一根KK棒 大家看来有点心惊惊 而今天又开始往上来走 稍微把这个月均线站上去的距离 拉开了一些 除了统一之外还有统一超 统一超在今天股价涨幅也是有 一个转强的态势吗还是说如何来观察呢 好 我觉得是有这样的一个转强的味道 除了刚刚谈到一些并购的题材加持之下 这个我们就不多谈 大家自己先看新闻都有 那我觉得还有一个对于十平股的优势 来自于整个通膨效应之下 其实下半年他们的获利的一个成长性 会比上半年好 还记得上半年 黄小玉在涨 物价在涨 大家都说十平股可能毛利率受到压缩 但是最近发现大众物资有些都会回档休息了 但是我们强调一点物价的一个僵固性 它绝对是回不去的 所以说整体的营运状况 下半年一些产品的报价调升之后 再加上第三季又是这种饮料的一些传统旺季 所以你看统一的一个部分 我觉得算是刚好又有这个一些并购的题材价值之下 又是旺季的到来 再加上刚刚谈到通膨的一些带动 其实十平股他们的一个 在通膨的环境之下 从历史经验上去来看 他们绝对是受惠的一环 就像前几年非凡也有专题去采访这个南桥的董事长 南桥董事长陈飞荣也有谈到 他说从长期来看 这个通膨环境之下 对这些食品 甚至这些糕点甜点业者来说 绝对是受惠的 所以从南桥的一个营收获利 上半年毛利受到压缩没有错 不过下半年很有可能像是中旅游的部分 价格突然在六月份出现了大幅度的回挫 所以对它的一个成本的一个压力算是舒缓 所以以股价上来看 最近底部我觉得应该也有机会 跟随统一电高上来 所以整体来讲 我觉得农粮食品的抗东棚 就要忘记的一个到来 应该是有机会在下半年走出 跟上半年不一样的光景 所以有机会下半年走出 跟上半年不一样的光景 但是要说到下半年的利空 大家当然还是会担心的 就是在航运业的部分 货柜航运今天其实一样是多空交战当中 长榮一度许有攻上了95块7 但是涨幅在靠近尾盘的时候 收敛到大约1.1%左右 而当然除了货柜之外 今天资金还要流向金融保险族群 特别是很多人在看 会不会利空终于要出境了呢 三商售 三商售交出了上半年 财报真的是亏到不行 大亏了67亿元 但是今天反而是上涨了3% 往上来走 所以这些 最后点时间来请教玉堂 您怎么看现在这个资金流向的状况 毕竟现在看起来量 如果没有放特别大的话 都是同一套资金在转 今天要充电子股充不上去了 万无有压力 有一些资金 有一些失去了航运股 有一些是来到了像是这种的 金融股的部分 看好的可能就是再招也招不到哪里去了 如果同样一笔资金给你做选择 再包括像是这种跌到不行 利空几乎已经要说是出境了 下半年可能会好一些的金融股 趁这个低档的时候 赶快来做加码 还是说刚才提到的货柜航运的部分 下半年可能会弱一些些 但是半年报可能会是好表现 现在进场比较好一些呢 您怎么看 如果这两个我可能会挑金融受险 好像对于货柜航运 为什么会这么讲 因为当然货柜航运刚才有谈到 就是说也许下半年会差一些 不像下半年这么好 但是很有可能它明年 会比今年还要来的差 那有时候股价是反映的未来 它比较没有所谓的更成长的空间 跟期待性 甚至是获利是不断的下降的话 那么股价它很有可能就是 往下做走低 我类似举例像3008大力光 大力光不是亏损的公司 大家绝对知道 但是你看过去这两年多台股的多头 为什么大力光涨不动 就是因为货利它没有再有成长的空间 反而是有点下降的情况之下 法人给它的平等就是比较保守 那股价自然就涨不动 那当然货柜跟镜头 当然是不一样的产业 但是我用这样的逻辑给投资人讲 就是说如果他们的获利没有办法再创高峰的话 我讲货归航运的部分 那股价要再供就比较难 那金融受险 为什么我觉得是好的 就像刚刚实在有谈到 好像该有的利空 是不是都反映出来的 上半年禁止的一些任劣的亏损 未实现损益 防疫保单之乱等等 好像所有的利空都出来了 甚至连最近论太权论太新都吃了两根跌停 但是今天跌停也打开来了 然后我们的主管机关又出来喊话 他说升息的环境之下 长线来看对受险是好的 因为可能只是账面上一些未实现的损益等等 来自于债券的部分 但是只要没有现金流的问题 对于这些受险金控公司是正面去看 所以就像刚刚实在聊到一点 就是利空是不是有出镜 我觉得有初步这样的味道 所以如果说你所看到的资金 假设真的航运跟金融 你要选择长线布局的话 那我觉得金融受险股 是反而在这个地方可以考虑底界的 就像没有了 看你这儿我are的画面 很像是最传统的 都自己说的 所以我要查查一下 那是什么 也有什么 我看她で在这个地方 哪是哪 那是从正重量的 对我看她的 我看她的